念到真正有把握 自己可以知道 可以验证 在极难当头的时候 你第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 这叫功夫成品 如果紧急的关头 第一个念头不是佛号 那就不行了 前几天有个同学告诉我 他最近做了两次梦 多梦到灾难 天上掉了火球 掉下来了 他惊慌失措 第一个念头不是阿弥陀佛 还算不错 他第一个念头想到他的爸爸妈妈 怎么去救他 第一个念头到哪里去躲避 这个就是测验呢 就是考试啊 不及格 极难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阿弥陀佛 第二个念头还是阿弥陀佛 你念不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 阿弥陀佛 这两种情形 一种阿弥陀佛带你走了 另外阿弥陀佛会跟你安排 你平平安安的还留在这个世界 佛菩萨 佛菩萨安排 佛菩萨把你留在这个世界 一定有任务给你 那就是希望你 要照顾后死 灾难之后 怎么收拾 是这些人的任务 要这些人 把这个世界 带向更美好 方法没有别的 就是教育 这个主要记住 中国老祖宗用了几千年 学习中国历史的外国人都佩服 中国人懂得教育 有教育的智慧 有教育的方法 有教育的精英 有教育的成果 他不能不佩服 我们走老祖宗的路 绝对争取 古人有所谓 不听老人言 只亏在眼前 我们最近年百年 不听老人言 今天只大亏了 我们看中国历史 世世代代 帝王 斯大夫 斯大夫就是今天所谓的支持分子 全国人民 哪一个不听老人言 对神贤都尊重啊 都在学习 只有最近 一百年的俗祸 一百年的丧失了 造成今天的国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